找到幾個雞丁組的車手和大家做訪問 首先訪問今站第一次來的雞車王后 就是Angie小姐 Angie,歡迎你 謝謝 Angie,你今次是否第一次玩小型賽車比賽 是呀,沒錯 有甚麼力量令你來玩第一次 就已經順利贏到雞車王后這個獎項 其實這個分站獎項也相當不容易拿 真的挺困難的 安全第一就可以獲得你的獎項 其實你的隊友Sam Lee 即是你的生日隊友 他在玩80cc特別是相當有心得 在整天的比賽中 策略、佈局,他有幫到你嗎 一定有,他真的非常厲害 我也覺得 在這裡恭喜Angie 有空多回來玩 好,好 再訪問就是添樹 添樹兩位 添樹在… 如果大家的觀眾記得 在上季他們的雞丁組 經常拿隊制官員 今年分開了一個是雞丁,一個是雞丁 一個是雞丁 好 而且大家有朋友一起玩 就開心很多 Kelvin,其實你已經開了一季 100cc 如果按照計程式 你現在應該是雞丁 有全年1、2、3 我忘記了,應該是第三 我不確定 我想問一下你開了這麼久 100cc 下來開了80 感覺和節奏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開了80 是慢很多 好像良種玩法 加上下雨 好像領略到一些東西 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的東西 上年整季 你跟隊友Sam Lee合作無間 今年,特別去到這一場 你看到Sam Lee整個人的轉變 你會否覺得跟她的距離越來越遠 也不會 她始終是有隊友 沒甚麼 事實上是越來越遠的 為甚麼 她上雞丁 不好意思,你說你有女兒 然後不認識她 好,差不多了 也是越來越遠 好,也要問Sam Lee 因為Sam Lee贏了這場個人亞軍 其實你全年只玩了四場 贏了三個,剛才一個亞軍 兼且贏了全年總冠軍 透露一下,這場拿亞軍 你會否覺得不太完美 你應該全部都贏了 也不會 其實本來這次應該放棄 吃了水淡,然後車子死火 其實已經下車了 然後有師傅跑過來幫我拉著 然後繼續玩 其實如果你之前沒有女友的情況下 你自己獲得冠軍 這次你帶了女友來 反而獲得二車 你會否覺得她是妥水家 說得真的一樣 我不會的… 好 幸好完成賽事已經算很好了 好 好 我開始目標降低了 因為知道家庭比賽是重要的 在這裡麻煩Sam Lee 請問問這邊 Daddy Johnny Ken 在這裡成功拿出三車 Johnny 我想問你 因為上場第六站 其實你決賽本來也是有獎 最後被人堆了出去 到現在這一場 亦都在比賽裡面 其實跟其他左右車手 很多碰撞 而且是被人夾進去的 其實你今場整個策略 以及你在面對工作時 你自己有甚麼心態 其實這次可以說 都是一個意外 又一個驚喜 能夠跟到這麼好的前輩在前面 一直帶領著 令到我有機會不跟她分開 這純粹吸收到意外驚喜 也得到今天得天獨厚的 這麼好的機會 試一試在下雨天比賽 這個難能可貴 其實我看到決賽 你們前面幾部車 一直交換為止 1、2、3、4、5 一直交換 你自己有沒有 一直數著自己排第幾 沒有的 反正前面技術好的人 自己不斷地去學習 不斷他們 他學完這個教員 就到那個教我了 其實就是說 所以今次得益良多 特別是兒子 今場也是雞甲成功拿了登仔 我想要兒子也給你很多貼紙 是嗎 沒有的 你也是跟Sam這一行嗎 對 因為每次他說話 我都學不到 是跟著Sam 才能完全全吸收到 無論如何 很成功 這裡拿了衣服 這裡還有一次 恭喜Johnny Ken拿衣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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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